你好 歡迎收看政策文字 一般來講服務業的人呢 當然服務業以客為春 可是會超怕碰到所謂的奧客 那你以為一般的服務業怕碰到奧客 譬如說有人講說像律師 醫師這些 你覺得他們不怕碰到 好我們不叫奧客 應該是講你如果碰到超鏘的那種天兵 或是突然有暴走 你以為醫師跟律師都不怕這些嗎 還是碰到這些也是一樣退避三射呢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就算一般來講像記者啦 就連好譬如警察啦 很多像這樣一些的行業 你覺得他們在過程當中 如果碰到暴走族或是很鏘的天兵 不管是你要採訪的對象抓的人 或是你旁邊的同事或什麼 如果是碰到這些人 你覺得他們又會怎麼樣呢 好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對這幾個行業 然後來告訴你說 他們碰過超鏘的天兵是什麼樣子 他們碰過那種暴走成什麼樣子 你會是這樣的人嗎 希望不是 OK 好 來一開始為你介紹 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周子邊第一位資深媒體人戴季陽 五哥好 大家好 三峽警分局副分局長林子強 五哥好 大家好 加一科醫師陳柏城 五哥好 大家好 律師林妍真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那如果真的講說對 碰到那種超鏘的 小燦 我沒有碰過 有人這種字頭羅網 案子明明也不見得是他辦的 他就自己想盡了所有這一切 搞得好像就是他幹的 其實很多犯人都知道 很多犯嫌通常都自認為聰明 然後他們覺得說 反正我一定可以騙過警方 像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案子 其實發生幾年前發生在萬華的一個水流失案 那時候淡水河裡面 整個撈起來 一個黑色的大旅行袋 結果拉起來之後發覺裡面有一具屍體 嚇死人了 會被裝在旅行袋裡面 丟到淡水河 鐵定氣屍 不會是有 不會自己裝進去 不會自己裝進去 好 那後面萬華這邊就開始清查身分 一查出來很好認 他是萬華當地一個很大果菜市場的一個 算攤商 好啊 那就開始去清查 他的家裡 他的背景 然後他的媽媽也講說 他失蹤很久都沒有回家 但也不知道平常都跟誰混在一起 好 結果警方去搜他們家的時候 在他的房間裡面看到很多Ketamine 表示他有吸毒傾向 還在現場看到一些電話號碼 那這些電話號碼不知道是誰的 所以就開始去清 一支一支去清 只要是電話號碼的主人通通傳過來問 可是問了下面之後都沒有結果 不過他們後面有查出一支 這個電話號碼特別跟他 那個通聯特別頻繁的 打電話去 是一個女孩子接的 這女孩子說他手機遺失了 好 那警方後面開始抽絲剝繭 去掉當地的錄影帶 果然發現有個年輕人 常常在這個攤商附近出現 而且在他失蹤前 曾經有在路口兩個人在講話 但是這個年輕人很聰明 因為他每天閱讀報紙 就看警方偵辦進度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一看到說 警方已經傳了大概二三十個 這個電話號碼上的人去問 大家都沒事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應該也可以用這一招 所以他就很熱心的 然後就跑去警察局說 我也是其中一個電話的主人 警察就想說 我又沒有找你 你來幹嘛 我們都還沒找到你 你怎麼會突然冒一個人說 他是自稱抹通電話的主人 結果一查 這個電話不是我們之前 聯絡最頻繁 而且我們是打過去的時候 是一個女孩子接的 就這一支 對 就這一支嘛 好 最後他就去 開始虛於尾蛇 跟警方編一堆故事 說他沒有跟這個人見過面 也不知道是誰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警方就調 錄影帶也給他看說 你說沒見過 那明明 這個案失蹤前還跟他在一起過 然後後面他如不過了 然後他承認說 這是我們好朋友啦 我們平常有一起拉K 對 一起拉K 那拉K人呢 他講不出一個所以然然 所以最後他只好乖乖認罪 他說不是 人不是我帶的 是自己死的 他說那是因為案發當天 他找了這個死者 兩個人一起去買藥 但這個藥頭住在五樓 然後他爬到四樓的時候 他突然 這個死者突然心臟病發 然後就昏倒了 那昏倒之後就休克啦 然後他跟這個藥頭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想說弄一弄 沒有生命跡象 完蛋 那怎麼辦 他們怕輪迴上身 對 想說會惹到自己 那所以就乾脆 就包包 包一包 然後去這個生活超市 買大旅行袋 還跟電源交代說 至少要50公升以上 然後可以裝那麼大的 所以電源印象特別深刻 好啦 他們就運撕 準備要丟在北海岸 可是多好笑 車子從萬華那邊 開到這個中心橋附近而已 沒有了 因為他們忘記加油 所以在當地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就把屍體往下丟 然後馬上就被發現 所以這個ㄎ不ㄎ 這真的很好笑 對 從前面自投羅網 然後到後面連油都忘了加 就隨便丟 可是副總 有很多都會像這樣對不對 自己為聰明 都會覺得說 反正你們會不知道什麼什麼 我就自己去 跟你講一些什麼東西 其實就會被過關了 我們辦案過程中也常遇到這樣 像這個小大哥剛才講這個案例 其實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造成困擾 因為他原本就很單純的 一件猝死案件 法醫相驗完就結案了 但他卻把它這樣丟到河邊去棄屍 那你知道殺人棄屍是重大刑案 那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所有的偵察隊全部要召回 開專案會議 然後由分局長主持 甚至刑大也要介入 那甚至還要調閱監視器 調手機通聯 把他的祖宗八代全部都翻出來 那這是非常的困擾 所以說真的是不要想太多 這邊我也跟各位報告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過去也曾經辦過一種 竊刀案件 比如說轄區有發生重大竊案 但剛好這個重大竊案發生之後 新聞播出來以後 那結果有一名冠竊 剛好他看到新聞 想到說發生當下 我好像有走過那個地方 因為他經常會被警察叫去泡茶 所以他會覺得說 會不會因為他們這件發生以後 有懷疑是我做的 所以他就坐賊心區 他就走到竊案的現場去 到處去看有沒有 哪邊有裝監視器 或哪邊有角度 可能會不會拍到他 結果他的動作反而引起我們懷疑 因為我們專案小組 事後調了監視器 發現這個人怎麼 怎麼一直在那邊看電視器 走來走去 而且走了兩三回 那就當然一定是要把他叫來泡茶 結果叫來以後 他說沒有啦 我是想說你們會不會找我 我去看一下有沒有監視器 結果後來確實有調他這個 結果案發現場有不在場證明 才把他排除涉案 OK 所以這些人就假的 就是講說那你為什麼要這樣 但很容易讓大家講 你就是做賊心區 所以因為一般人講 像譬如我覺得節目來賓有講過 如果發生譬如縱火案 你那些縱火犯很喜歡 在現場看火災燃燒的狀況 他會增加他的刺激興奮度 OK 所以你說你這不是給大家找麻煩嗎 想在像這種像小偷的這種案件 有很多都會犯這種事 其實很多竊到這個竊賢都相當有趣 因為我會去偷東西 基本上幾乎都是冠竊 很少會是單一犯案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很仔細 但很仔細的時候就會想的特別多 那我們之前碰到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就是有一次這個冠竊 他闖空門 然後他鎖定一個獨居老人 他就趁著這獨居老人 今天都好像都不在家 所以他就前進去 好 前進去就看到 這個獨居老人怎麼睡在沙發上 睡在沙發上 那他就覺得 好 那沒關係啦 反正他睡他的 我去偷我的 所以他偷啦 偷 東拿西拿之後 他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在這個屋子裡晃了那麼久 這阿公 都沒有起來 都沒有起來 所以他很好奇的 屈錢去看看 咦 不會動耶 就沒有呼吸的驚嚇 然後他還去摸他 哎呦 怎麼是冰的啦 他當下自己嚇掉 哪來呢 我怎麼會遇到一個 老公死在我面前 那其實說實在話 他大葛就走了嘛 對 大葛就走了 被抓到就竊到罪嘛 這時候他就開始 柯南精神出來 他開始擔心完蛋了 萬一警方會認為是我殺的成犯 所以我一定要湮滅所有證據 所以他就很認真的 把所有他弄過的現場 通通還原 然後家裡再打掃一遍 他摸過的地方 擦地板 擦牆壁 他想說 如果他這樣子都做完之後 他迅速的離開 然後 但是因為屍體會發臭啊 那他還想到這一點 發臭很容易被人家發現 所以他把冷氣開到最強 對 開到最強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在整理東西 可是這個動作他就露現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阿公真的很節儉 所以附近的鄰居 社工 大概都知道說 他大概不會去開冷氣 可是因為附近的鄰居一看到說 奇怪他們家冷氣怎麼轟轟作響 然後人也都好久不見 所以就敲門 敲門 沒有人印門 就找了警察來開門 一開門進去 他真的死在那邊 對 但是 當大批的監視人員來到的時候 貨報到場的時候 然後 他們突然發現一個怪象 因為突然間房間裡 走出來一個陌生人 還問說 你們來做什麼 弄了半天 結果是怎麼樣你知道 他自己睡著了 弄累了 累了 睡著了 在臥室裡睡著了 所以是被外面趕來的警察 冰冰冰冰 吵醒了 所以他才走出來一看 然後他本來要裝鎮定 所以還問說你們是誰 結果發覺全部的人都是警察 然後他就乖乖救呆 這樣 對 這怎麼會有像這樣一些天秘 可是嚴正剛講的這幾個例子 他們也沒有殺人 可是一定有他的行政嘛 不管是竊盜罪 尤其是那個有遺棄屍體吧 就 對 你們就算棄屍 本來要到北海岸 結果還沒有 這是什麼烏龍結局啊 但至少證明他們不是預謀的 或預謀的不夠好 連我的油 你看我都沒算到 對 還可以辯解一下 基本上有關於獨有的這個案子 這個朋友猝死 其實獨有真的是不需要負責 因為他自己身體不好 他也沒有英國關係 也沒有加工怎麼樣 基本上這還好 但是他後續呢 還有把這個屍體 拿到丟去河裡 然後還有竊取他身上的財物這些的 其實就另外就構成了這個遺棄屍體罪 還有死者身上的財物 其實我們也是不能夠隨便拿的 因為這個在我們死亡的時候 繼承就開始了 對 所以這個還是有人的 所以你如果拿了還是會構成 實務上都認為這個是竊盜 那像這種其實他們大部分毒友 都不會去叫救護車 也不會報警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的毒品案會爆掉 是啊 對啊 通常這種就是毒友一起 他們相約去吸毒 然後有人可能就掛掉了 或者是快掛掉 大部分這種都不會爆 大家都落跑就對了 對啊 那會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們可能也知道了 其實是不會怎麼樣的 可是像那位少偷 你還去人家清房間 清到累了還睡在那裡頭 這個人就不容易了 可是對那個阿伯的死 跟他是沒有關係嘛 感覺這個阿公他是自安死亡 可是他就是比較倒楣 剛好進去的時候 阿公死在裡面 他要偷東西嘛 所以這個阿公的死亡 其實他也沒有任何的因果關係 或加工啦 所以前面其實並沒有刑案發生 你要說他誤導辦案什麼 因為他不是一個刑案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刑案 因為他就是 第一個至少有侵入住居 對 然後侵入住居之後 他可能他是意圖要偷東西嘛 那這個竊盜也有加重 就是侵入住居竊盜 是加重竊盜罪嘛 OK 所以他可能是他自己的刑案 是要比較擔心了 因為我蠻老實是 小蛋剛講的最後那個畫面 然後突然大家說 人在忙活一團的時候 那個門打開 咦咦 然後講 啊 你什麼 你什麼啦 哪這麼多人啦 然後所有人這樣 舉手 OK 原來是小偷 這什麼畫面 可是他做的很多動作 有一段我不懂 不是 冷氣開到最強 就不會腐壞 有腐慰發出來了嗎 其實我們屍體 通常是放到冰櫃 所以溫度都是0度以下 你要冷氣到0度以下 基本上不大可能 就算我們在處理屍體的話 溫度也要在15度以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把冷氣弄到那麼冷的情況下 其實對他的屍體的變化 是沒有辦法改變太大 另外一個更有ㄎㄧㄤ的地方是在哪裡 溫度低的情況會讓人家想睡覺 所以反而他是打掃累了 溫度又低的話 所以他才睡著了 是的 溫度越低的環境下 大家會有點想會有嗜睡的問題 所以轉開冷氣是錯誤的一部分 所以是他自己把自己搞睡了 對 是的 原來是這樣子 滿ㄎㄧㄤ的一個地方 可是這樣一般來講 我剛剛講說 不只說你說像記者 警方在拜安會碰到這種很ㄎㄧㄤ的天兵 你們醫師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平常跟你講 有很多 尤其很多病友 ㄎㄧㄤ的 他會跟你講說 這什麼什麼藥 我覺得這吃太多 不用 我自己少吃一點或什麼 他自己可以當醫生 像這種你碰過最ㄎㄧㄤ的病友 會是怎麼樣 我們到哪裡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住院門診急診都看得到 我想從住院跟大家講 之前我們有一個 就是在住院的時候有一個阿伯 他其實是有氣切的 你知道我們氣切大部分都是用抽毯的 要不要抽一下就好了 可是這個家屬覺得說 他看到一個毯在上面上上下下 結果抽的話 這個病人會太痛苦了 他想說我就拿一個棉花棒 把它清一下就好了 結果他跑到我們的護理站 結果看到護理站裡面 只有換藥車裡面那種大型的棉花棒 你知道換傷口 棉花棒超大的那種 他結果去偷了棉花棒 但是棉花棒對那個氣切的口的來講 太大了 塞不大家進去 他就硬塞進去 硬塞進去要把那個毯弄出來 結果一塞進去拔出來 只有那個竹子出來 棉球就卡在裡面 然後就趕快緊急按鈕 因為整個就黑掉了 因為氣切是呼吸的地方 整個塞了一個棉腿在那邊 就沒辦法呼吸了 就這樣子做急救 在門診裡面 我們遇到一個更誇張的 一次一個小姐 他原本在胸腔科拿了一個氣喘 因為你知道氣喘有一個吸氣嗎 就這樣吸就好了 結果他拿了之後 因為那個吸氣的部分是一個月拿一次 他可以用一個月 他一個禮拜就用完了 他要回去胸腔科拿 胸腔科說我不要給他 因為你要用一個月 怎麼一個禮拜就用完了 你怎麼用的 然後其他人就說 胸腔科不給你 加一科可以去拿藥 然後他就來我們加一科的門診 就說我要拿胸腔科的那個藥 因為那個藥不但沒有效以外 一下子就用完了 我說不大可能啊 你怎麼用 你要不要用給我們看 他說這很簡單啊 他就拿起那個噴劑 噴噴 真的怎麼用 就這樣子吸 我說你這叫噴香水 還是做什麼 是把嘴巴裡面吸 拿來噴香水噴完之後 這樣吸進來 當然沒效啊 就是要重新再去訓練一下 這真的很ㄎㄧㄤ 那另外一個是急診的 急診的這個是很誇張 急診的我們醫師大概就是 12個小時的班 8點到8點 早上我8點上班的時候 就有一個先生過來就說 他的爸爸在家裡面 住在家裡面 有兩個管子需要換了 然後他想要來這邊 直接買管子回去 一個是鼻胃管 一個是尿管 然後我就說不行喔 鼻胃管尿管要換 一定要把人推到我這邊 有醫護人員做 這是醫療行為 我不能把東西賣給你 所以我就說 你還是把他運過來 他就走了 到了晚上 7點45分 我快要下班了 8點就下班 他7點45分 就推了他爸爸進來 然後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至少我跟他溝通好了 至少他會把他爸爸帶管 讓我去幫他換這個管子 結果不是 聽的人是我 我以為他有聽清楚 原來沒有 他去藥局直接買尿管跟鼻胃管 然後回到家裡自己擦 然後送進來的原因是 真的會讓人家嚇死了 他把鼻胃管當尿管擦 尿管當鼻胃管擦 擦錯了 更誇張的是 他沒有無菌 然後所以他下面的部分呢 就一直戳 因為我們的尿管前面 會有一個卡住的水球 那鼻胃管沒有 所以擦進去沒辦法卡住 他就一直出來 所以一直出來一直擦 一直出來一直擦 一直出來他就一直擦 然後鼻胃管的部分呢 擦了尿管 它裡面會有一個水球 然後所以他就把那個 食物牛奶打到水球 變成是打超大的 就直接把那個食道給撐得超大的 所以他超不舒服的一個狀況 我就想說 你不是應該把他推來讓我們換嗎 你怎麼會在家裡自己換 他爸爸那個時候的狀況是 幾乎快不行了 所以後來還是要住院 因為他食道稍微有點裂傷 然後泌尿道又感染 然後又腫了 但又不能再擦管子進去 OK 這個畫面會不會有一點像 人家拍那種報效電影 就是有病人在病床 然後弄個氧氣罩 然後氧氣管在那裡 然後朋友來就踩到氧氣管 蛤 蛤 你趕快說怎麼了 然後一推開 你明明好好的啊 再踩一下 蛤 不是 這怎麼會發生的 尤其剛才博生一直強調 那種是醫療行為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法律規定 就是這樣一些情形 人家如果要是 還好送來的時候 還有得救 要不來的話萬一為十一萬 他這個兒子過世致死 如果真的致死的話 因為我們法律上面 對生命法醫保護都是比較嚴格的 所以如果說不管是故意或過世 真的造成死亡的話 其實這個兒子真的是會負上行責的 如果他沒有任何什麼主卻的室友 他有什麼主卻室友 叫你送到醫院去給 讓你不要 你自己買自己弄 然後搞到這個樣子 法官都會覺得說 你在搞什麼這個樣情形 當然也是會看這個案子的情節 因為還是有刑度高低 不過如果說真的致死的話 都是很嚴重的 你律師辦案有碰過像這種 我們講律師辦案說實話 跟警方辦案有一點類似 就是你很怕你的當事人 都自以為自己天中英明 然後我也不要跟你講全部 因為講太多怕你會不幫我辦 或講什麼你會怎麼樣 我乾脆就講 所以律師都要有一個訓練 就是當事人講的話 你自己要再求證一下 你有沒有碰過像這種天兵的 通常被騙的最嚴重就是律師 我們之前有一個案子 是傷害的案件 然後因為它發生的地點 是在這個住宅的大樓一樓大廳 然後因為這個傷害案件 通常都是近身接觸 兩個人扭打什麼的 可是這個案子比較奇怪是 這個被害人是視障朋友 所以他就看不到 那這個對方呢 因為他也大概知道他是視障 從頭到尾發案過程 他都不發抑鬱 好那結束之後 這視障馬上手機報警 警察很快就來了 來了之後呢 第一步都是警察都掉監視器 可是那個大樓一樓沒有監視器 好後來那個視障說 沒關係 我跟你們講我算視障 但我手的觸感出奇的好 我摸過的衣服 我再摸我就認得出來 而且我跟你們講 犯人就是穿某牌子的Polo衫 這樣之後他就知道 這麼具體警方就說 好那我們就來摸看看 就管制一下出入嘛 好就一層一層一戶 摸摸摸摸摸摸 去每一個住戶這樣摸人家的衣服 就是說請協助調查 大部分住戶都會說 我們就沒事嘛 OK的啊摸一下 排除這個犯罪嫌疑 一般人都同意 真的也都摸了 可是摸摸摸摸摸到最後 沒有任何一個人穿某牌子Polo衫 當場是沒找到犯人 那就等嘛 等到時候看查怎麼樣 這後來沒多久呢 我這個當事人他就被告 他就被鎖定了 他就來問我 就來委任我 然後他就說 奇怪都沒有證據啊 而且呢那天也沒有監視器 他不知道為什麼 是他變成被告 然後他就說 那天他剛好是從公司下班回來 公司有制服 制服會拿去給被害人摸 摸就說不是我啊 那為什麼要說是我呢 好 這過沒多久 這案子有個變化了 裡面多了一片光碟片 但是有光碟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有時候都是有法庭錄影 留這個紀錄的嘛 沒什麼 可是他的名稱是寫 監視器影像 可是這個一樓沒有啊 後來就去調出來看 找被告一起來看 就看一波呢 哇糟糕了 那個影像呢 就是我這個被告 然後我這個被告 留的髮型很特別 就是第一股娘的 那個西瓜皮 真的喔 對啊那一看就是他啊 更慘的是 他身上穿某牌POLO3 然後我這個被告 留的髮型很特別 就是第一股娘的那個西瓜皮 真的喔 對啊那一看就是他啊 更慘的是 他身上穿某牌POLO3 真的假的 中了 對 太神了 警察真的很神奇 其實那個 那個監視器哪裡來的 是在外面的 那警察可能有地毯室去搜索 還不是在大樓外面喔 就真的拍到 當天時間差不多 他不是穿制服 就穿POLO3 所以就鎖定他啦 那我就想說 那看完之後 我被告應該他就 不會那麼 就不會堅持 沒有 他跟我講說 盧書啊 我跟你講 這真的不是我 這把人 這真的不是我 我說 這個真的不是你喔 好 我跟你講喔 豬哥兩世啊 這腰子 這個西瓜皮剪醬的 那麼像那個豬哥亮 啾啾你耶 就風鬼了 對啊 然後那個被告 被告忍不住他就笑了 他說 盧書啊 我之前都否認 我現在承認 我在那個大樓裡面 這沒名字 對喔 我要搬家了我 然後我就說 唉唷 沒關係啦 這案子 傷害告訴乃論 不一定要堅持 使鴨子嘴硬嘛 我們就來 看怎麼樣 對 調節一下 調節一下 這個案子後來 側告就解決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 當事人真的 第一個都最愛騙律師 第二個有時候 這都真的還滿ㄎㄧㄤ的 OK 對連影像出來以後 都還要跟你講 跟他講 這一日不是我 這超多 真的 這一定不是我 副作人 你自己辦的案子裡面 有沒有碰過這麼ㄎㄧㄤ的 以我的經驗來說 應該是竊案 因為大概在二十幾年前 DNA還沒有很發達的時候 小偷去人家家裡面 翻箱島會偷東西 那你如果沒有偷到東西 他們一定會在屋內留下東西 那這個用意 他們有個有說法 一個是瀉憤啊 就是說可能我覺得很堵爛 沒有偷到東西 就是要讓你裡面 就是弄得亂七八糟的 然後第二種 它可能就是為了要去霉運 他們的貫切的說法是說 你把這個不好的東西 留在被害人家裡面去 你下一次才可以保證 你下一家去偷才會順利 那他們所謂不好的東西 他們就是留下排泄物 而且會留在一個很顯著的地方 譬如說床上 那個男女主人的床上 對 那之前就曾經有一家 這個醫美診所 他這個護士在三樓在上班的時候 發現說怎麼 一樓有一個人在那邊鬼鬼祟祟的 然後他看監視器以後 發現那個人怎麼在樓梯間 好像蹲下來又把這個褲子這樣 拉到最下面去 他們原本以為是病患 隨地便逆 然後就趕快報警 結果警察去一看 原來是他偷不到東西的小偷 那他後來被抓以後 他還抑正延遲跟我說 他們他說 這是行規喔 這個我沒有偷到東西 我一定要留一點東西在這邊 然後這覺得很搞笑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之前也有曾經有苗栗有這個偷ATM的 有一個貫切他跑到 不是24小時的這個超商 裡面有這個ATM 然後他利用晚上凌晨3點多的時候 開一台小發財車 把這個ATM整個這樣搬到自己的小發財車去 他本來說要運到這個河邊去拆解 把裡面的錢拿出來 但他不知道說這個ATM 其實跟銀行是有連線的 連線 結果他一搬動以後 馬上銀行就通知警察 警察不到差不多不到5分鐘 就趕到現場去 在這個河邊就把他抓到了 就這麼簡單 另外還有曾經有一家輪胎行 這跟我們警方報案說 三更半夜有人在他家門口在釣魚 那警察接到這個電話 我覺得很可疑 他說你家是在河邊嗎 他說不是啊 他說我家在大馬路旁邊 他說怎麼會有人在你家旁邊釣魚 結果後來我們員警去一看 釣出監視器 看到一個小偷 原來這個小偷從他家的這個窗戶 把這個釣魚竿伸到裡面 要去釣神明桌的金牌 然後他因為那個地點就剛好在大馬路旁邊 只要有車過去 他就必須要蹲下來 躲那個車子 怕被看到 結果這樣車子一台過去他就蹲一次 一台過去就蹲一次 然後最後因為那個釣線 勾到這個屋子裡面的東西就卡住 結果後來警方接報報案以後 去了現場以後 他還在周邊在徘徊 而且他身上還背著一些這個釣魚用的東西 他釣竿是留在現場沒錯 可是他一些釣具都還在背在身上 最後一連結果然就是他是小偷 那除了這些以外 之前我們也遇到很多這個 竊案的現場 這個小偷真的很ㄎㄧㄤ 他在現場找不到東西以後 他在裡面泡麵煮泡麵吃 然後甚至把被害人家裡面的飲料拿來喝 然後還這個吃蘋果 那其實這些都留下他自己本身的DNA 那後來我們就是泡著這些DNA來破案 OK 所以這個也是剛才 因為小燈來講 因為一般這種大概都是冠竊 所以一定會有資料 我們碰過更好笑的 還有什麼 我真的印象最深刻 那是在台北市一個很有名的紅酒收藏家 然後他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小冰庫 算是保溫室 裡面 多藏紅酒 好幾百瓶的紅酒 那個紅酒每一瓶都是萬元起跳那種的 好 結果有一天他們家召竊了 他回到家的時候 一看到他家裡是什麼情況 因為他家裡不是只有紅酒 他還有一個那個視聽音響室 然後裡面都是真空管 百萬音響一款 這個小偷厲害 因為他不但懂得品酒聽音樂 還像剛剛副飛機長講的 他進去偷之後發覺這個家主人品味不錯 所以他去把他冰箱打開 去煎了牛排 他真當自己家了 完全把他當自己家 然後就把那個冰箱裡的紅酒都搬出來 搬了五六瓶出來 都挑最貴的 所以他就喝喝喝 結果自己喝 喝幫了 真的喝幫了 所以 我這個朋友回到家去的時候 他發覺 他音樂是開得很大聲的 然後在視聽室裡面一個人ㄎㄧㄤ在那邊 不會動 然後 上面還有吃剩下的一些 我們剛剛講的牛排殘渣 還有其他的食物 我跟你講他爆怒 他氣死了 他不是因為他家裡遭窃 而是他的酒被喝掉 所以後面他又搖他 搖不行耶 怎麼搖搖不行 還搖不行 報警 那個派出所來了 三個員警來了 到現場 搖搖搖搖搖 搖不行 沒有用 最後是兩個員警 把這個小偷架著拖回去 拖到警車上 把他帶回分局去辦 我那朋友他這一拖 他說他就大概十幾萬美 光喝喝紅酒 對 十幾萬美 這叫亞賊嗎 也不知道 而且可以喝到這種 他太懂了 他怎麼會選到最貴那幾瓶 而且我就怕他當自己家以後 他還打電話找他的其他的通道 開趴 對 來開趴 反正當自己家了 OK 這怎麼會有這樣 這麼鏘的一些小偷 可是好 你剛剛講的這些都是天兵型的 可是平常講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說 包括專業人士 包括不管是記者警察這些 除了這些以外 你碰到暴走足的時候 什麼狀況都有可能 因為最近大家常會講說 包括其實醫護人員 有很多醫護人員需要受到保護 因為像常看到 不是 在急診室也有看過 很多那種來了以後 然後就突然之間 然後失控 什麼生活連刀啊 什麼什麼都出來這種 我們之前遇到一個很誇張的 他就是一個黑道大哥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是兩個小弟把他扛進來的 然後扛進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很特別注意 因為他手的部分因為不能動 所以他們就把 原本在打架的時候的棒球棍 就綁在他上面嘛 就固定嘛 我們當作固定嘛 所以他就帶著棒球棍 就跟著一起進來 我們就看到他的手 還有他背部也在出血 就大量的血在流的一個情況 然後那時候急診科醫師就想說 就幫他做處理 然後就找了那個骨科下來 幫他去處理這個手 那時候棒球棍就把他拿掉了 然後就再處理這隻手 但是呢 因為急診真的很忙 所以那個急診醫師就拜託那個骨科說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的手幫他處理完之後 你順便背部的那個傷口 也幫他縫一縫好了 然後你就是一起幫他做一下 好他就幫他這邊弄好之後 準備要開始給他縫 所以他背部開始縫的時候 他就把他背部一翻開 他嚇到 因為他整個背部是刺得很漂亮的一個圖騰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精緻的圖騰 但是有二十幾公分的一個刀這樣劃過去 剛好就把那個圖切一半 小弟在旁邊呢 就看著那個傷口 然後就看著那個醫師就說 你知道這個圖騰啊 花了很多錢跟很多時間 等一下你要縫的時候啊 記得要把它對起來 不能給我隨便亂縫你知道齁 不可以到最後流失了 到最後流失了 到最後流失了 小弟在旁邊呢 就看著那個傷口 然後就看著那個醫師就說 你知道這個圖騰啊 花了很多錢跟很多時間 等一下你要縫的時候啊 記得要把它對起來 不能給我隨便亂縫 你知道齁 不可以到最後流什麼巴在上面 然後呢 一個小弟在旁邊有跟大家講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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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 看你怎麼縫 看你縫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這樣這樣子 剛才不是有個棒球棍還他嗎 就這樣子 棒球棍在手上就這樣子 然後那個 骨科呢 開始縫了第一針 第二針在縫的時候 他說 那個顏色那邊沒有對起來 拆掉 重用 這在對大哥臨詞 大哥在想 歪爹 再拆掉 再來一次 那骨科就說 我把我的手弄好就好了 這不是我該做的 這急診該做的 好 我找急診科醫師幫你做 就找一個急診科外科 急診科醫師 他就忙了 到最後他就跑過來 就開始要縫嘛 那他急診醫師 就慢慢慢慢縫 又來了 那個棒球棍就開始在那邊敲 不對 那個地方不對 那個再給我拆掉 再給我重用 就看他一直在冒冷汗 然後這樣子 後來那個護士就跟他講說 哪裡還有急 他說 沒問題 我幫你找主任來 我找主任來 所以 結果 急診外科的主任過來縫 急診外科來的時候 又重複一句話 後面那個圖騰很特別 我們花了很多錢弄的 很多的時間 跟很多錢去做 要把它縫好 不能留任何棒 要把我對起來 那個鬚鬚 那些什麼東西 每一個都把我對好好的 那個急診醫師 主任在那邊縫 縫 縫的壓力也好大 縫了之後 他也是在那邊 棒球棍的一樣 同樣說 不對 我剛剛說過什麼 拆掉重來 主任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幫你看看 今天有沒有整型外科醫師 我們找整型外科醫師 幫你做好了 那整型外科醫師 下來就看了 就說 哇 這個沒有辦法 這樣子縫耶 那我們乾脆推到 手術房裡面 慢慢幫他做 我們給他麻醉 把它弄好 把它用好之後 我在裡面 慢慢的幫他用 但手術房的時候 你們兩個不能進來 後來就才慢慢 把它給縫好 在棒球棒的壓力之下 的確 可以秀得非常的漂亮 那位大哥沒有被他們 折騰到掛了 他有點棒 就是不是很清楚了 他已經 他應該已經是麻藥 再加上那個 手已經斷掉 已經痛到不行了 所以我覺得他頭腦 不是那時候 不是很清楚 我根本懷疑那兩個是 敵對幫派的小弟 就是前面還不夠 還要再繼續整理 用這樣的方式繼續整理 這怎麼會這樣 你就知道醫生 剛才尤其那個棒球棒 在那邊敲的那個壓力 很難想像 那個醫生會覺得說 我不過是來當醫生縫一下 怎麼會變成這樣 可是你知道 如果你一看知道 他就是大哥 小弟 你也會心裡面有個警惕 那該怎麼樣 尤其沒事跟你講 我們這花了很多的錢 跟時間弄的 我剛剛有沒有講 我再講一次 給我縫好 不要留疤 你心裡面有譜 但小太 有的人是 你根本不知道 你看他的樣子 身分 或你知道他的職業 你根本不知道他會暴走成這個樣 對啊 像我對於那種 讀很多書的人 向來非常的尊敬 我就覺得他們都很有氣質 就像律師 法官檢察官中 我就覺得大家都很有氣質 可是說實在話 我們出庭的經驗也多了 我徹底改變這個影像 好 怎麼樣讓你改變這個影像 我先講一個我自己的案例 就很簡單 其實我以前出庭的時候 應該第二次出庭 有一次碰到一個檢察官 那當然其實我們以前 古早以前我們都站著應訊嘛 後面才改成作者 對對對 那時候我就站著應訊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李正站好 我只不過真的有一點點的那個 像掃西這種 圍三七步 那本來一開始我就看 這個女檢察官笑得 還微微的笑啊 東問西問 突然間他就 轉口一句 你給我站好 哇塞 你知道我那時候 整個那個 頭毛是豎起來了 我想說 怎麼他突然大回事 你給我站好 然後我就 我真的是馬上李正 我還問說 我不知道解說什麼事 他說你轉啊 你當記者轉啊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噓哩啪啦噓哩啪啦 罵完之後 他又笑笑的 繼續溫暖 因為我那時候就不會動 後面其實結果是好的 結果是好的 但後面其實我們發覺 好久的司法新聞 發覺有很多 暴走的檢察官 跟法官 對 那我們當然其實 過去台灣有一個 很出名的 一個檢察官 對 那他原本在地方認職 他為什麼這個事情會爆發 是因為有將近 快一百個的那個 這個當事人 投訴 去投訴 然後後面還跟檢察院檢舉 就說他問案態度 向來都是 只有髒話沒有好話 所以後面當然 後面那光碟掉出來之後 我們發覺 那真的是誇張到極點 這位檢察官 他在問案的時候 他幾乎不讓當事人發言 對 也就是說他都是在自問自答 反正就是我問你 小代 那個東西是不是你偷的 啊我還沒有回答 我就知道就是你偷的 對 然後那個東西藏在哪裡 我就知道你藏在家裡 對 反正就都是自問自答事 而且這個自問自答的過程中 就是三字經 五字經 七字經 就是一路把人家罵到底 甚至我們還看到一個光碟 很好玩 那個一個嫌犯本來 應該是滿氣牙牙的 然後被他罵到痛哭流涕 然後說 請問我會怕 然後他就一直開始 三字經 五字經 七字 你是怕三小朋友 對 然後 我比你鼓腳鼓腳 然後就是一直罵 罵到後面這個 當事人跪下來 道歉 對 那就整個失序 那本來想說是 針對單一個案 結果 後面發覺他被那麼多人檢舉之後 檢察員一查才發覺 哇這個問題可大了 因為他的問案方式 就是向來如此 OK 當然我相信像這個 真的現在越來越少了 或是偶爾有情緒的或是什麼 可是在過程當中 那個模式 尤其小代剛剛講 你 這是不是你偷的 你不要講 我知道 一定是你偷的 那你要問我幹什麼 那你就自己把它全部都做完就算了 可是 剛才講說 包括醫師跟律師會碰到 有像 也有碰過暴走的 好 不敢當事人 尤其是對照 平常人講 嚴禎碰到對照 暴走的機率比較大吧 其實暴走真的太多了 因為像這種到法院去的 都是比到醫院更誇張 因為是兩方都是爭鋒相對 就是有糾紛才會走法院 尤其像什麼 離婚案件什麼 那跟著吵得不可開交啊 尤其離婚案件 其實雖然法庭門都很厚 可是吵到外面都聽得到啊 對啊 我是覺得那個真的就是 你如果開完庭的話 會直接出來嗎 就直接跟當事人一起離開 或是跟對照 因為大家是同時間開完庭嘛 對 開完庭以後離開的時候 你會跟他們一起走嗎 基本上如果這個案子 開得非常的火爆 是不會一起走的 而且我也會請我當事人 留下我們 就是討論一下剛剛開的庭 有沒有什麼後續要進展的一些方向 然後過一陣子再離開 因為據我了解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法院外面 而且剛開完庭的時候 對 那時候火氣都還在 對 那個時候我們就不要跟他碰到啊 OK 因為最嚴重的是 曾經發生過這樣在南部 就是有律師跟當事人 也是開離婚庭 被撞死 對 開完以後 然後對照直接後面用車 直接撞死這樣 因為那個就是 剛剛研究講 就是那個情緒都還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也聽過有案子 那個律師開庭的時候是對照 就直接跟著那個律師又講說 對 唉 有命賺錢也要有命花啊 不是 現在是什麼狀況啊 不過我碰到一個超級特別的 暴走律師的經驗 真的暴走律師喔 對 他怎麼樣 但他不是對任何人暴走 他是對他的另外 那個帶來的新進的律師 那應該叫助手 實習律師 實習律師吧 因為那是我打了一個三年的官司 從一省二省到三省 當然對方也都委任同一個律師 那反正我沒有律師 我就直接單刀復任 因為我收集的資料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每次也報一大堆 我都整理得很仔細 反正就是打到我記得那時候就在高院 然後那天大概 反正他也問了我很多問題 那我也對答如流 檢察官也 法官也問了我很多問題 我也對答如流 後面反而是他這個實習律師 可能有東西準備不充分 那天其實一開完庭 然後結束的時候 哇 那律師大暴走 然後把他助手當庭就 混蛋 對 他就直接罵他 我都嚇一跳 我說他罵他什麼 他說你連一個記者都不如對不對 我叫你來幹嘛了 我當庭就一直罵 我就在那邊傻眼了 OK 對 上街的暴走 當然要盡量避免 跟對方做情緒上 直接發生衝突或怎麼樣 但是平常講 對警察工作 這個沒辦法避免啊 你們的工作就是危險啊 其實像前面這些暴走 其實基本上來講他們是 言語上或是一些動作上 對於這個生命上的危害可能沒那麼大 但是我們警察工作很奇怪 就是你在外面巡邏啦 或是去查棄攻堅 你隨時會碰到危險 而且那種危險的暴走 是會危及到我們警察的生命 像在我102年剛當偵察隊長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記得我帶了兩個小隊 去台北市去查一個毒品案件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有請到搜索票的 然後也分析這個毒蟲 他本身也是六幾歲了 已經有點年紀了 那我們想說這個老毒蟲應該 頂多身上就是有一些海洛英毒品啊 應該沒有什麼危害性啊 所以但是我們氣毒還是會穿防彈衣啦 那我們兩個小隊到他這個市場樓上的這個租屋處去查氣 然後那邊陰陰暗暗的 我們沒有注意到說他的門口竟然有裝這個微型的攝影機 這個鏡頭 所以他裡面看到我們是看著一清二楚 然後後來我們在敲門的時候 沒有聲音啊 那其實明明我們聽到裡面有燈光 也有聲響 應該覺得他人在裡面 我們用那個馬路瓦啦 把這個鐵門撬開一夠 裡面還有一閃木門 那他想說這個木門應該很簡單嘛 很容易處理 結果沒想到正要破這個木門的時候 裡面就胖胖胖打了五槍出來 然後開這五槍當下我剛好是人正對著這個木門 結果還好我腳是有點稍微開開的 他那個五槍正好從我腳下跨下這樣射過去 對 然後他射完五槍以後我立刻跳開 然後我們兩邊兩個小隊長 立刻就拔槍就朝裡面開了 然後大概也開了 雙方開了十來槍 然後那個晚上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發生槍戰以後 當然他在裡面 當然他的火力絕對沒有我們旺盛啦 然後我們打了以後他就在那邊喊說 他中槍中槍了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正真的中槍 後來我們把他家屬找來以後 用盾牌這樣掩護著進到裡面去 才發現他的左大腿的動脈已經中槍了 整個地上全部都是血 才把他拖出去送醫急救 但是還好他沒有命尾啦 他有救活 但經過那一次槍戰以後我就覺得說 要退休 對 也沒有啦 剛出任隊長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說我把一切這種都看得很淡 因為生命已經經過這樣的事情以後 但我這個算幸運的喔 像我們嘉義有一位鐵路警察的原警 理性原警他就很不幸 他在一次這個執行的過程中 因為列車長跟一個54歲的正姓的逃票 這個乘客發生衝突 結果這個逃票的乘客竟然就 他身上有長刀 我們那個理性原警不知道 靠近處理的時候被他拿這個刀 朝他的這個身上刺 就刺了好幾刀 就刺中要害 那後來當下其實很多人目睹喔 發現說這一幕 非常的驚悚 而且非常這個 我們那個原警很英勇 就算他被刺了以後 他還是繼續跟他扭打 跟他扭打 最後因為失血過多 不幸身亡 對 這件事就是非常的遺憾 那後來這名理性原警 我們也是有把他送進這個忠烈池去 那兩鄉對照之下 我覺得說 遇到這種暴走的這個嫌犯喔 其實對我們來說 確實是很大的危害 OK 所以比較起來 原聲那個對照還好 對 沒有 真的嗎 我們的對照現在這幾年 發生很多事情 律師真的折損了很多 人命耶 用到折損 對 還當街被打的 對 當街被打 就不用說了 死亡的案件很多 像剛剛那個就是 謝律師有講說 一個南部那個婚姻等 還有一個是在桃園地院的案子 那是什麼 對 那個是一個 還是桃園地院的行政庭長 他退下來當律師 然後那一天就開一個 債務糾紛的案件 那開完庭之後 其實那個法官是說 應該是還好 可是呢 就是在最危險的法庭外面遇到了 那外面呢 就是附近有早餐店啊什麼的 結果那個對照 他就在那個早餐店 可能在買東西 那這個律師經過的時候呢 兩個人就有一點爭執 那因為這個其實這個律師退下來 已經大概60歲了吧 那這個對照才40出頭 身強體狀 所以他們就是言語一言不合的時候呢 這個對照就把他打倒在地 然後打倒在地的時候 頭就在地上麻 他就用腳去踹他的頭 然後踹很多下 而且重點是 我們如果人站著要踹 其實力道不會很大 所以他是雙手抓著旁邊的一個電桿 上面有那種鐵的東西 他抓著之後用腳去踹 這樣力道就很大 因為他有個支撐點嘛 所以其實真的是 就是故意要殺他的啊 就是要治他於死 結果呢 後來昏迷之後很快 後來就死掉了 所以其實我律師這幾年 人命折損很多 對 其實律師只是幫當事人處理事情 那畢竟不是氏主 OK 那就算沒有這個律師 還有其他律師處理 所以大家 對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每個行業 都會有他一些的風險在 那比起來主持人當然好一些 大概會是唱歌其實 其實你從剛剛幾位來賓來講 好你不管說是碰到天兵的 碰到天兵你該怎麼辦 你不能每一個人碰到醫師 都覺得我比醫師還高 我每個人自己配藥都配得好 尿管跟 尿管跟鼻味管 沒關係嘛 反正看起來都是管子 當然天差地別 OK 那更不要說碰到暴走 碰到暴走的時候 我想每個行業 對於自己來講 還是要有一些 自我保護的一些方式 尤其對警方來講 剛才復作所講的 對如果要是復作 那天不是 那腳贊成是那個姿勢 對 那你想想看 今天復作坐在這邊 連講話聲音搞不好都變了 OK 那風險是非常大的 怎麼樣能夠避開風險 能夠在自己的行業裡面 做非常好的一些發揮 我想每個行業 都要有自己的智慧 OK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鄭德友慈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